一首歌唱出来的是无尽的悲情 因为在这歌曲的背后 是一桩残忍命案 被害人士年纪轻轻 当时才14岁的国中校花 钟正芳 时间带您回到1977年的2月份 当时就读屏东美和中学的 中正芳才刚到学校找完注册费 就跟同学到附近的冰店去吃冰 不过就在他走出冰店之后 仍旧离奇消失 失联后的九天 大家最不想看到的悲剧发生 当时有民众就在水池里面 发现了中正芳冰冷的遗体 不只被层层捆绑 还用报纸 雨衣给包住了 他的爸妈得知消息 当时真的是悲痛欲绝 完全无法接受 那凶手呢 凶手会是谁 为什么要杀害连国中 都还没有毕业的钟正芳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关键的线索 有民众说他曾经目击 看到钟正芳曾经在冰店 附近的龙关桥上面 而且跟一名男子在交谈 这一名男子会是凶手吗 上当口的四个大字 雄霸棒坛指指送力 这是屏东美和中学 1970年代 美和中学的棒球队 在世界上闻名 曾为台湾拿下超过 13次的青少棒冠军 但在1977年2月 学校注册日的这一天 却有不幸的事发生了 四十多年前 这首龙关桥的呼声 在全台传唱 红遍大街小巷 几乎老一辈的都能够哼上几句 当时我们在台北听到这个歌 也是觉得很讶异 因为这种歌是不可能在广播 跟电视里面出现的 就是一般我们在民间这样传唱 只是仔细看 里头的歌词句句追悉 因为每一句不仅是真实故事 更揭开这起当年轰动全台的 国中少女代识名案 因为我们看她长得真的很清楚 以现在来说漂亮对 只要是清纯对 国中二龄级长得蛮优秀的 而且她学业听说不错 钟先生口中 这位品学兼用的女同学 正是当年就读美和中学 才14岁的钟正芳 1977年2月23号 当天是学校缴注册费的日子 她是美和中学二龄级嘛 那那天学校 我们来到一间老门店 叫水来量嘛 就在那吃冰 一早十点多 缴完注册费后 中正芳和同学一起到冰店吃冰 只是没想到 竟然因为店内放的歌 和隔壁桌的三位男客人吵了起来 就记得那个是还是刘文正的歌 刘文正的歌嘛 什么泥刀 我身边待着微微笑 就整天电视新闻一直在播那个 都去讲说 你有在冰店听到有人在放这首歌 没有吵太久 钟正芳和同学就离开了冰店 骑着脚踏车回家 不料 人却从此没了音讯 离起始终 人会去哪了呢 难不成和冰店的这三名男子 有什么样密不可分的关联吗 钟正芳的父母日也盼 夜也盼 幻想过千万种可能 但始终没能等到女儿回家 而就在他失联后的第九天 在高雄大树乡一间制瓦场 传出消息 三树尸体是以鱼龙绳捆绑 再用报纸和塑胶语包裹 存在池中 当时一位客人 到高雄大树乡的工厂买瓦片 老板拿着瓦片 来到一旁的水池做漏水测试 却忽然发现不对 不仅整个池水染上了红色 还漂浮着一包人形的不明物体 吓得他赶紧报案 警方到场后 打开一看 发现是一名女性遗体 被凶嫌刻意捆绑 呈现胎儿的姿势 外头分别被用一个灰色塑胶袋 及2月17号的中华日报报纸包裹着 另外更找到了一个书包 里面放有一张学生证 上头的姓名正是钟正芳 他的父母亲都算是知识分子 本身都已经在 也都在学校教书 所以说这个 在当时是很大的案子 对吧 中华方的话等于就是讲 在地方上大家都认识嘛 就像小公主一样 出生客家望族 品学兼优 生活单纯的好女儿 瞬间成了冰冷遗体 这样父母彻底心碎 难以接受 出风前尊嘛 父母亲也是 好像是老师退休的 家里是 与我们那个年代有没有 是很有 虽然我们社会上有地位的 因为他家的老房子四十年前就盖 那个盖得非常舒服 我们小时候会经过 因为他这么多经过 父母亲也是很有修养的人 这起社会案件在当年全台瞩目 法医杨日松更亲自厌尸 发现中正方是在生前被凶手勒毙后 捆绑气尸 法医更发现当时中正方 全套穿着学校长袖制服 左色长裤的拉链 有被强行拉开了迹象 时刻四十多年 我们重回到这条龙关桥 当时候中正方就是在桥上 还免男子进行对话 而对话完之后人就失踪了 究竟中正方当时候去了哪呢 而这名陌生男子又是谁 会是这位陌生男子 对中正方吓得独手吗 在当年人正直白色恐怖 气氛紧张 在舆论压力之下 警方更是投入了上万名的人力 人向大海捞针 江子春芬斯案 那个选赏才选赏十万吗 中正方命案选赏十五万吗 但就在案发过后的286天 1978年12月3号 警方接获献报 在住家逮捕了一名性侵惯犯 他是31岁的黄坤亮 他曾诱骗十多名女学生 到旅馆或是荒郊野外性侵 但他真是杀害中正方的凶手吗 中华日报那时候报纸还没开放 报纸普遍很少 黄先生可能他们家里那边有 中华日报 以前报纸少 所以说研判就是说 因为刚好他有来内部有人看到 也有人指证 说有人看到他跟 刚好研判黄先生他们那边 也有中华日报 而且是前两天的报纸 那时候是大事我们都记得很清楚 我们那个年代看报纸很少有人在街上买 大部分都是送到家里 所以那几天就不送 原来其中一项关键线索 就在于包裹中正方遗体的报纸 日期是2月17号 当天正式除夕日 而黄坤亮家中恰巧就是报纸订户 就是如果这个是过年期间的报纸的话 就一定是 你一定是订户才会有 你不会是不会在外面零售出现 虽然说刚好是报纸订户 但黄坤亮才30出头 被带石头已经突一半去了 这个莫及人士指出 在龙关桥上和中正方对话的 是名常法男子的说法 却有出入 黄坤亮原以为能赌归结 但又被人举报 他家中藏有一顶披头四甲法 当然就今天来看证据不是那么充分 可是没有办法在那个年代 没有那个什么 因为那个年代真的性侵案子 真的很难破 因为即使把那个 即使很多有经意 他也没办法验证 只能验证凶手是凶手的血型 就只能这样子而已 有了加法 这下说得通了 但法医依照蔡燕道的提议 判定凶险血型是O型 但黄坤亮却是B型 虽然许多证据都处在矛盾边缘 但他对于钟正芳失踪当天的行踪 不仅交代不清 又提不出不在场证明 这让他十分镇不住脚 他是冠犯嘛 一定是从冠犯开始查棋嘛 他就是一直又 就是骗活中女生嘛 然后性侵嘛 就是他已经 他已经因为这样的案子入狱 再出狱嘛 而且之前又 即使出狱又一直不断地在犯案嘛 所以说当然警邦一定是怀疑 警邦会怀疑他这个很正常 而就在案发后的一年 1978年3月 黄坤亮一审被判处死刑 让当年的民怨得以抒发 最后他又上诉 二审被判无期徒刑 又一直减刑嘛 最后就变成 最后只关了十年就出来了嘛 因为蒋经国死就减刑嘛 建国八十年又再减刑嘛 所以这个就变成无期徒刑 就减刑减刑减刑 然后最后关了十年就出来了 可是出来以后又继续犯案嘛 又是犯同样的案子 就是一直在诱拐国中与生 然后性侵嘛 出狱后的他立刻提起上诉 讲述自己是清白的 但都没被检方接纳 整起案件疑点重重 许多间接证据都对黄坤亮不利 但都并非直接证据 就是这个案子因为 真的就是全国矚目 当时是所谓的三大案 最后变成最前面的案子 相对就是 因为另外两个案子都破了嘛 而且一个凶手是自杀 一个凶手是枪决嘛 那只有这个案子破得不明不白嘛 就讲说这个到底是不是凶手 也都存疑嘛 珍喜在当年全国矚目的 中正方命案 抓到凶手几乎成了全民目标 也让警方面临极大的破案压力 但查到逐多疑点 和证据都处在模糊地带 也让这起笑话带尸案的真相 蒙上了一声音 台湾大带记 五堂半位的 各位好 我是俊向 我是雨昕 台湾大带记 长期以来为大家搜罗全台湾的重案 还有那些难以理解 不可思议的奇人奇事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YouTube会员 给我们最大的支持跟鼓励 你在加入会员之后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专属的徽章 就可以跟着我们来看全台湾 更多非常离奇的社会案件咯 台湾大带记 您的家就是给我们最顺励的鼓励跟支持 啊 五堂半位的 赶快动手加入我们的会员吧